《愿你快乐不止五分钟》 你想快乐个五分钟 起码得先看六分钟广告吧 远的不说 你想看咱们这个节目快乐一会儿 得先看片头广告 滚动广告 挂页广告 嵌入广告 贴片广告 弹窗广告 评论区广告 小机场广告 个性化推荐广告 把这些广告都看完 拆开外卖准备听段着吧 发现还得先听李旦 感谢两分钟赞助商 甚至连打开视频软件的第一件事 也是先给你谈一个开屏广告 一不小心就跳到别的软件里了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抽出 两个小时想看看电影 开屏就给我跳到短视频里了 还没得我反应过来呢 小帅小美两分钟给我讲完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完全失控了 打开一个软件 就往另一个里跳 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微博特别想看电视剧 我的视频网站 就是想买一双高跟鞋 他们框框一顿跳转之后 就留下我一个人盯着这双高跟鞋 刚才我打开手机 是想干啥来着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 我就这么浏览了几次高跟鞋之后 某宝就开始拆你喜欢了 他现在动不动就拆我喜欢大麻女装 我点了一下我不喜欢 他还问我为什么不喜欢 一下给我问懵了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雷尸边吧 他们之前那双高跟鞋也不搭呀 现在所有节目广告给你加的 那就一个无孔不入啊 感觉他们的服务宗旨是 不一定能让你快乐够五分钟 但是保证能让你看够六分钟广告 想冲会员跳过都不行 都给你直入到剧情里了 我之前看一个警匪片 有个炙热火锅站住了嘛 就让我们便衣警察天天熬夜 吃他这个炙热火锅啊 我说那能不上火吗 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 梁茶也来站住了 他们那个炙热火锅是真厉害啊 不管谁在吃 朝哪个方向吃 logo都能正对着我 我不明白 把logo摆那么正有什么用 反派也好不到哪去 每天过着刀尖填写 剑拔弩张的生活 回到自己大别墅里 吃的也是炙热火锅 我说大哥 你们要是就这么点追求的话 也别违法乱记了 直接投案置手吧 这火锅我们警察那边管购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了 看到广告都觉得烦 但是看直播带货可以 那不就是五个小时的广告吗 十块钱二十包纸巾的那种广告 你看都不会看 但是主播跟你说 家人们 今天我把纸巾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 十块钱十五包 再送你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你就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我感觉我买到了二十一包 脑袋里还有个包吗 今天虽然在这吐槽了这么多广告 我看也差不多五分钟了 那咱们也抓紧近段广告吧 海员和小鹿的专场开票了 我明年正确也写一个 谢谢你们修瑞 谢谢你们